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这个demo1的这个导航呢,制作完成了 这节课呢,我们来制作这个第一屏的这个显示效果 好,看一下这个第一屏 那么在第一屏里面呢,我们已经将这个什么呢,导航制作了 那么就是下面这个区域 那么下面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呢,它有一个这个标题 然后下面呢,就是两段这个文字介绍 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一张图片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屏 那么制作前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还看到这个第一屏的这个文字后面呢 有这样的一张背景图片,对吧 好,隐约的一个这个背景图片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刻其实的一个 什么呢,知识点吧,一个知识点 那么只要掌握好了技巧 那么这个制作前呢,就非常简单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实现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 好,然后呢,找到这个导航的下面 在这个导航的下面呢,我们来新建一个这个区域 好,首先呢,给它写个注释 那么第一屏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home,对吧 好,home 那么这是一个独立的区域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到itml5里面的这个section 这样一个标签来使用,对吧 好,然后呢,给它加一个什么呢,id 等于什么呢,等于home 好,id等于home 然后我们这里,把这里改一下 导航这里呢,给它定位到什么呢 home 好,点击所页,它会跳到第一屏这个区域 好,那么这个区域,我们首先呢 刚刚看到了,有什么呢 有背景图片,对吧 好,背景图片呢,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素材打开 那么素材呢,在这里给大家准备好了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屏的这个素材 好,背景的这个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的话,大家可以发现 它这个是不是比我们网页上的这个要亮一点啊 对吧,要亮一点 好 那么这个效果是怎样出来的呢 好,那么大家跟着我来 那么这个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我们给这个第一屏呢 好,把这个素材先导进来 素材 这两个素材呢,都是要用到的这一刻 然后呢,粘贴到这里 这里没有文件夹 新建一个这个 images 好,然后把图片粘贴进去 按住这个Ctrl V 就可以快速的这个粘贴 好 那么我们到这个CSS里面来 这里呢,是这个Home的 打个注释 好 选中这个Home 给它添加样式 那么添加什么样式呢 首先把这个背景图片给它加载进来 Background 呃,UIL 好 那么在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Images下面,对吧 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Home 点这个GPG 好 然后呢,还需要返回上一层,对吧 上一层目录下面的 因为现在是CSS中文件夹里面 那么CSS里面的上一层里面的 Images下面的这个Home-BG 好,Home-BG 好,这样一张图片 那么这样呢,这个背景图片呢 就已经加了进来,对吧 我们现在可以来刷新看一下 好,没有任何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没有高度,对吧 没有高度 好,那么我们可以先给它 自定义的加一个高度来试一下 首先呢,我们给它加一个高度 比如说500px 好,然后呢 再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这个背景图片呢 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已经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给这个背景图片呢 加一些这个样式 好,让它这个 更好的兼容 给它加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 Background-Size 这样一个属性 好,这样一个CSS属性 然后属性值呢 给它这个Cover 好,让它覆盖 好,覆盖到整个这个区域 然后这个Home下面的这些文字 对吧 下面这些文字的话都是白色的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定一下 直接把文字的颜色呢 也给它定一下 Color 给它一个白色值 FF 减写方式 好 它会自动扮演补权 然后呢 再往下我们看一下 好 现在那是没问题,对吧 没问题 再往下 那么 还需要一个这个 什么呢 还需要给它加一个这个 Magic Magic属性 好,让它这个 离上边呢 有一定的距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导航的话 那么它是这个覆盖了 对吧 它是这个悬浮的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给它加一个这个 把这个导航的区域呢 给它除开 那比如说 现在如果我们在这个Home区域里面 给它加一张文字 比如说 加一个麦子学院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应该是看不到文字的 对吧 看不到文字的 因为这个导航把它给盖住了 好,导航给它盖住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很好的操作了 找到它 那么导航的高度呢 是多少呢 我们看到 导航的高度 70对吧 70 好,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 MarginTop 70 px 好 然后再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这个麦子学院呢 就出来了 对吧 就出来了 好 那么就是这一点 好 把这个文字呢 给它去掉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文字 它是居中显示的 对吧 居中显示的 从这里都可以看得出来 好 所以说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 居中的这个样式 好 在这后面给它加上 好 居中 然后再来给它一个 这个宽度吧 宽度 这个定一下 百分之百的这个宽度 好 百分之百的宽度 刷新一下 应该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那么这个 背景的这个样式 是怎样做出来呢 怎样让它变黑呢 好 怎样给它变黑呢 好 那么这里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给它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滤镜层 好 滤镜层 什么是滤镜层呢 好 大家可以看 看这里 那么这里呢 我添加一个div 给它一个class 好 就直接给它加一个滤镜吧 好 滤镜 然后在这个样式里面呢 来定一下这个滤镜的样式 点滤镜 好 给它定一下宽度 宽度的话是什么呢 是百分之百 那么 好 百分之百 然后高度呢 也是百分之百 好 注意 百分之百 然后 这里最关键来了 给它加一个这个背景颜色 好 背景颜色值呢 我们给它一个RGBA的这样一个透明模式的一个颜色值 好 RGBA 然后呢 颜色值 我们让它首先变成什么呢 黑色的 好 黑色的 然后让它的这个透明度呢 控制在0.7左右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哎 发现没有 那么这个背景呢 这个颜色呢 好 就已经变暗了 对吧 和我们这边一样 好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调节什么呢 调节这个 谷歌领暗器里面的这个面 调节出来之后呢 直接在这里来调节它的这个滤镜的这个样式 以及它的这个透明度 好 那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红色 对吧 红色的 好 那么都是可以的 怎样的滤镜呢 这个就看你的这个喜好了 好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原来的这个样式 好 稍微看一下 就是这个黑色 黑色 那么这个滤镜层呢 也完成了 对吧 也完成了 好 那么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给它加个什么东西呢 加一个这个padding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内容里面的话 它离上边是有一定的距离 上下呢 都是有一定距离 对吧 好 那么所以说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给这个滤镜层呢 加一些这个padding样式 好 padding 然后上边呢 是多少呢 上边 上下90 好 上下90 然后左右为0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里再给它加一个这个内容 对吧 加一个内容 那比如说 我加一个麦子学院 然后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麦子学院呢 它这个文字的距离呢 就你上边呢 有多少呢 有这个90个这个像素的距离 对吧 好 和这边呢 就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滤镜和背景完成了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把这个文字啊 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给它这个处理一下 好 里面的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这个可以置试印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的这个三个系统 对吧 就可以使用的这个三个系统 好 在这里面来 加一个这个dav class呢 等于这个continuer 好 然后呢 这个dav class 等于这个row 好 那么这个里面 我们该如何来布局 好 该如何来布局 我们可以这个想一下 那么整个三个系统 它是多少呢 它是这个12对吧 12格 好 那么这里如果我们直接使用12格的话 那么这个内容它会和我们左边这里对齐 和右边这里对齐 那么我们想让它左右都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好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给大家讲一下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一下 好 div 然后class 好 这个col l-md-1 那么这样呢 就占用了一个这个区域对吧 一个区域 两个区域 三个区域 好 然后把中间的给它调为10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中间的地方呢 我们就来放内容 而这个前面两个cmd-1呢 这个都不放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就在这个左右都有一定的距离了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内容中间呢 就给它加上这个内容了 加上内容了 然后h1 首先是放h1 h1里面呢 我们放这个bootstrap对吧 bootstrap 实战课程 实战课程 好像是等你来站吧 对吧 等你来站 好 bootstrap课程 实战课程 等你来站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这里的这个效果呢 和这边呢 基本上一样 好 只是这个字体的这个显示方式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那么 这边的这个字体的话 明显的要比这边 我们现在编写的呢 要粗一些 对吧 要粗一些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好 把这个字体样式呢 给它加粗 好 到这里来 选重它 这个 这个锦号 home下面的什么呢 h1 对吧 h1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 字体大小 好 加为这个 出体显示 加粗显示 然后把它默认的这个h1的这个magic呢 给它去掉 好 magic.top 给它去掉 好 给它改为这个0 然后 让它和这个下面的这个介绍的这个文字段落呢 有一定的距离 好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加为这个25个像素 好 25px 好 这样来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两边的标题呢 就一样了 对吧 就一样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写这个内容 好 内容的话 我这里就直接复制了 拿到这里来 然后在h1的下面呢 加一个这个p段落 好 内容 这是第一段内容 对吧 刷新 好 可以 没问题 然后第二段内容 复制过来 然后呢 在这里呢 给它进行一个 换行处理 好 加一个换行处理 然后呢 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 只是需要将这个p段落里面的这个文字的这个什么呢 行距和这个字体加出呢 加一些出 加出一些就可以了 对吧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字体的这个行距的话是有点高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调试工具里面呢 来进行调试 好 那么在这里给它加一个这个 先把字体给它加一下 对吧 加出显示方式的话 那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400 好 400 然后呢 给它一下这个行高 那比如说 30px 差不多 对吧 30 或者是35 也可以 好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到这里面来写一下 样式里面 Home 下面的p段落 样式呢 400的这个加出显示 然后这个行高呢 35 好 那么就是这里 前面一部分 然后呢 下面呢是一张图片 对吧 是一张这个背景图片 好 背景图片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给加载进来 在这个p段落的下面 amg 好 src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amg下面的 后 php 这是这个麦子学院官网的一个php的一个宣传的这个画册 好 php 好 加载进来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好 已经出来了 对吧 已经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干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我们用一条式的时候呢 在这里加了一个500的这个高度 给这个Home呢 加了一个绝对的500的高度 那么给它去掉 好 去掉 然后呢 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是这样的 没问题 那么这里 我们给它加一些样式 给这个图片呢 加一些样式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呢 它是不能自适应的 对吧 不能自适应显示这个图片 好 那么就需要我们给这个图片呢 加一些这个框架 Botstrap框架的这个 一些默认的样式 好 给它加一个这个class 好 我们让它这个自适应 amg 好 就它 然后再来刷新看一下 缩小 缩小 好 没问题 对吧 这个时候呢 这个图片呢 就已经能够自适应的缩小了 好 然后呢 还需要给这个图片呢 加一些这个属性 让它和这个上边的这个距离呢 好 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对吧 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这里给它添加一下 下面的这个amg 紧号 home 下面的amg 好 merging top 30 然后呢 让这个图片呢 好 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enlame block 好 这样的一个显示方式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好 就完美了 对吧 就完美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第一屏的一个制作效果 好 第一屏制作效果 那么其实很简单 对吧 很简单 主要的话 就是几个知识 那么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所 使用到这个滤镜的 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基础的这个知识点 好 这也算是一个技巧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背景图片这里的话 这个不是背景图片 是这个加载图片 这里的话 使用了一个 支持你的这个处理 对吧 让这个图片呢 可以支持你的这个缩放 以及上面的这个 分格 这个三格布局的时候呢 这里使用了一个技巧 让它左右 各占一个这个三格 然后中间呢 它就居中来显示 好 那么这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下一节课的话 我们来学习后面的这个 什么呢 论坛 论坛这里这个小区域的这个制作 好 这里是比较简单的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